人和人之间的隔阂 往往不会因为距离的拉近而缩小 而人与动物的相知 有时反而打破了物种间的藩类 同类之间无法沟通 动物却打开了窗口 带给我们某种心灵上的慰藉 变成为人生的相对 吸引演员的运营 有时会有帐篇 采访保持望后 变成为累 我跟医生多一次 他讲要进一步调查他到底是什么 然后医生才跟我讲他有自闭症 他的沟通方式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 Chanel的玩法是 他是会走过去抓着他的朋友 然后他会抓到很紧 但是这是他的沟通 但是他的朋友不知道 Chanel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会怕 他小时候去健康中心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Chanel 笑 笑 笑 自闭症小孩不习惯以语言沟通 面对着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女儿 寓意感到非常的焦急 很渴望能够走入Chanel相邻的世界 除了安排他到特殊学校上课之外 也上网寻找资料 希望能够更加了解和帮助自己的孩子 我是在Facebook看到Derek 讲说他要开一间Cat Safari 重点是他讲说他要帮助那些有自闭症的小孩子 然后我很有兴趣我就E-mail他 Derek 我会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压力 然后我知道猫猫跟狗狗都会有那些 他们的自然治疗的方式帮助人 所以我就成立了Cat Safari 我自己是个叛逆的学生在小时候 因为家里有动物 然后让我比较静 然后我想把我曾经经验的这些东西 有动物在帮助我的时候 我也想让别人也是分享到这些东西 纵落在五级枝马的猫屋 里头住着大约40只猫 其中有从街上捡回来的 也有从繁殖场拯救回来的 每只猫咪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故事 这只叫Mercy 我们拯救它的时候 它有一个Tumor在它的耳朵 所以它一只会很瘦 然后它不会长得很大 所以它每次会比较乱一点 这只 这一只是Dorce 它是一只很怕很怕的猫 它是在 它跑掉了 它的主人养了差不多有三四十只猫 它没有结扎那些猫 所以那些猫在它的家一直繁殖 繁殖到它的家不可以承受了 所以它找人去帮忙它 我们出门的时候 它的情绪不稳定的 它一下子可以很 它会哭 会闹 最头痛的是它闹的时候 因为它会躺在地上 它不让我牵它 然后旁观者就会指指点点 就说最难听是没有家教了 我很压力 人家这样讲 我也不懂是怎样应付 尽量去不要听人家讲 它过马路的时候 它不懂了危险 有车的时候它会冲出马路 所以 这点很令人担心 你看到了 抓很紧 牵着它 不如就是背着它 它还是抱着它 智仁和玉仪 第三次带着香林到猫屋 你好 你好 香林看起来很开心 期待来到这里 第一次去Cat Safari 挺紧张的 它那边的猫很多只 可是挺温馨 它们只是过来 靠近你 它们也没有怎样 第三次去的时候 Derek就抱一只猫 放在它的脚 然后我就看到它很开心 然后它看猫 比看我还要久 它会一直看着那只猫的眼睛 然后它那种开心 我没有看过 它会去摸它 然后它会去亲它 通过抚摸猫咪 小小的心房逐渐敞开 动物是个很耐用的医药 因为它们 它们不会执行人 它们不管你是谁 它们都会来找 你有钱 你没有钱 什么 它们都会来找你 不像我们人 我们人会看了 因为我们的感情会 发现在我们的脸上 所以那个小孩子 如果她看到的话 她会觉得 是我们在同情她吗 还是在帮助她 然后变成一个反效果 玉怡从女儿眼神中 看到了难以见到的闪烁光芒 自从来了猫屋以后 玉怡觉得乡邻已经开始 会主动和别人打招呼 慢慢的也出现了一些转变 这些改变 对父母来说 有着深一层的意义 祖母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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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在意她不会叫我 所以我一定要接受她先 她才能接受自己 我几次放弃过 可是你看到她的时候 你会带一种 母亲一定要为你奋斗下去 我一定会跟你一起走的 就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你抱歉 她教我比较有耐性 然后她教我世界是很美好的 如果我们给她多一点爱 她可以的 行动自如的正常人 或许难以想象 不良渔行的种种不变 以马代步 重拾了一些人的信心 重燃了生命中的火苗 也和马儿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第一次我鞋鞋鞋 我感到很高兴 因为它只是猪猪 我认为这种感觉 在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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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移动 对 非常好 29岁的Maximilian 陈正 是一名大脑麻痹症的患者 虽然从小就双脚不良于行 她却是代表新加坡 残运会马场马术赛的选手 骑在马背上的她 早已得到了向往已久的自由 所以 lei鞋 compens了 第一次回到鞋鞋不 propri 第一次载下鞋鞋鞋鞋带 首 Work Arr I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马一新 共同进退 是陈正二十多年来 祈遇马儿的信念 他来自一个热爱动物的家庭 父亲是他自小的精神支柱 九年前 当他知道陈正要参加残障马术赛之后 便毅然从职场退下 全职辅助孩子参加比赛 成立于1982年的残疾人骑马协会 多年来让许多骑士受益于这项活动 受益者也包括了肢体残疾者 和患有心理障碍的小孩 陈正小时候 也是在接触了这里的马匹之后 开始了自己的骑士生涯 这里的马儿 有许多是赛马场上退役的马匹 这就是Koneha 她是一个老公鲍鱼 她是用一个镜子 只要保护眼睛 从蟹类 从蟹类 因为它不能搅拌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里面 现在她在里面 所以她现在放在里面 她喜欢嗨我们 因为她喜欢找到我们的 所以她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所以她很高兴 所以她很高兴 她很高兴 这个是Louis Louis是从英国 他们有不同的颜色 有些时候他们有不同的颜色 有些颜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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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颜色的颜色 有些人的颜色 有些颜色的颜色 她知道她的颜色很严重 因为她的颜色 她的颜色比10岁 她的颜色 她的颜色 她很高兴 她在里面 她的颜色 印象中 也有 不过你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 成为一个担长 一、二、二、三 我们控制鲨用锅 来向右边和右边 我也使用力 就是回家書深入 通過我們使用某些提示 比如輸家 在轉眼界 就像 puls它 走開 我們說踢,踢對 或者我們鼓一開始 我們逐個 begin 我們使用性的 siive аки奏的 他們有非常美觀 陈正的坐骑要对他的指示高度服从 在马场中像芭蕾舞蹈员那样偏偏起舞 才能赢得观众的共鸣 陈正也把荣耀和马儿分享 在马场中像芭蕾舞蹈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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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特别的活动 芭蕾舞蹈员也为了适应她而有所改变 身为职业女性 丽媛难得和家人共度休闲时光 因为我们有时候做工很烦恼 反而一回来你看到狗 它全心全意地爱你 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忠心是无条件的 老板娘 现年八十九岁的陈瑞莲和八十三岁的郑瑞钦 今年早上非常期待Coco和其他狗汁的到访 两位老人居住在乐善居 这是一所安老院 两人的背景虽然不见相同 却因为彼此互相照顾而形同姐妹 因为我两个儿子他们做工 偶一直要硬 医生讲要有人照顾 他就讲最好跟我儿子讲有一个工人 我讲几个工人我一个人也是很麻烦 他们一直出货 后来我的儿子就想走这边 走来老林药 有很多人 讲我就进来了 使用一些不能自然融结的产品 我的腰骨痛到不能动 我孩子她说要请留工人给我 我说不要啦 不然我去这些安老院 我去玩 每个月总有一天 Coco和她的伙伴们 都会和主人定期来到琼州乐善居 大大小小狗儿所带来的吵杂声 让这里充满平时少有的生气 狗儿们的热情融化了老人的心 小小子 拜拜 我喜欢 她来我每次抱她 我喜欢这些 那她真的我不怕 Coco和她 你喜欢我抱她 不要抱她 跳舞 给她跳舞 狗对狗之间可以有一个活动 就算他们不会讲话 跑来跑去追 他们也是 我觉得也是很好 而且给那些主人有一个机会 认识对方 认识对方的狗 到老人院探访之前 Coco她们都需要经过 专业训狗时的鉴定 才能参与这项活动 每两个月 拯救流浪狗协会 都会在毕山公园 举办狗之的鉴定活动 看看他们是否适合成为治疗犬 到老人院服务 好 等一会儿 好 等一会儿 好 好 大草大大的小孩子 看他们这些狗会对这种情况 怎么反应 对 他们要保持冷静 还是要对人比较友善 这样子 经过测试的治疗犬 必须是身体健康 性格稳定的狗吃 他们也喜欢亲近人类 每次的厨房都带给人们许多的欢乐 这些狗 他们这些狗走进老人院的时候 你会看出他们这些老人会露出笑容来 还有他们触摸狗的时候 他们的心也会觉得比较温馨一点 他们的心跳也速度也会降低 他们的血压也会降低 所以对他们的身体是很好的 其实他们不是认识我 他们认识Coco 每次都是Coco一进来 他们就说Coco来了 就叫他们全部下来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的狗有那种性格 可以给社会一个贡献 然后带给那些老人或者是小孩子快乐 何乐不为呢 不经意走进人类世界的动物 无论大小 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 能带来无穷无尽的慰藉力量 或许就因为这份没来由的无私奉献 见证了人与动物生命之间的美好情缘 我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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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来吗 有意思吗 不懂得来说 您又想再找你 玩家好情缘 如果你们可能并不在买 也有什么想法 我还可以认识 因为你今天想不说 我会讨识 我ソ统 我要監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